各位同学好 我是李文老师 你今天所收看的是 单字记忆分析 自首自根自伪 同繁益智 今天我们来研究的单字是 epidemic 在荧幕上可以看到 是没有听到它的发音 epidemic 这个单词其实好像是形容词 它实际上是名词结尾 疾病的流行跟传染 这边介绍流感的传播 你有一个印象概念之后 我们要分析什么呢 这个字就是这么单纯 没有特别的变化 它就算当名词用 前面有很多的比喻 形容词是比较少出现的 但重点是我们要了解什么东西呢 我们要了解这个单词 我们可以抓到什么重点 只要查字典就要查到内容 比较值得 那首先它没有同繁益字 当然是有的 我们要从这边当中来学习 那同繁益字怎么查询 很简单 你去Google里面查传染病 就可以找到很多的单词了 我们现在荧幕上看看 林文老师就可以打一些字 给你看epidemic 这个字算是比较简单 在荧幕上可以看到出现的 那我又解了简单的一些用法 不过你会发现的很多单词 也是非常的重要 我这边不是打了更多了吗 可是我立刻把它消失 就代表说 你在Google可以找到同繁益字 如果你自己不会找 这就是找老师 专业老师上课的优点 那我们先把这一段听下来 跟你讲说 同样的文章在我们透过看新闻 也可以养着很多的习惯 先听一遍吧 那我大概跟你解释 为什么从新闻当中复习学习的效果很快 不是从单字本 或者从字典背单字 那个效果实在是太差了 我们先听听看朗读 我们先听听看朗读 话是这样讲 不过各位要特别注意 你们看文章的时候 不断看到epidemic的出现 这个是来自于新闻 各位可以看看荧幕上面 你现在荧幕上所看到的 就是经济选杂志的文章 我们刚刚听到的内容 就是下面的文字叙述 所以我们在看到 最近的这个疫情 可以学习的效果 会变得不断的大增 像这个就可以用字根分析 unquantifiable 为什么呢 又是被看到量化 因为你会背到一个字叫quantity 一文是一个否定 后面只是一个动词结尾 那再加一个形容词变化 所以大家无法量化的 那你左右对照 当然了解risk就是风险 就代表说 目前中国的coronavirus epidemic 它可以伤害到全世界的经济 对我们看到多少的产业受到影响 下面这些东西 你当然可以看中文可以得到大概 不过你的单字每天去吸收 跟了解学习的效果不是最好的吗 我们在荧幕上再看到另外一个网页 各位在荧幕上看到了 这个叫lancet 这个叫柳叶刀 我问你选什么叫柳叶刀 你看到没有 empademic就看到出现了 当然里面有很多更难的单词 这些用法我们就不讲了 它这个代表是流行病学 因为OLO巨尾又是一个名词收尾 那这边叫做2019 novel coronavirus 就代表的implication for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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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可以参考 当然这个文章的等级比较难 所以各位同学 我们学英文当中 我这边就教几个方法 首先分析单字 你要记忆长久 就要靠分析的方法 有字首字根字尾 刚刚做了一个举例 同一字翻译字可以去做推理 然后再加上你做笔记 每天5到10分钟学习 你一年下来 你两年下来功力就提升了 而不是说我要发分图强 这种话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 这样你才能把这个字 把它背下来 我们再听听看 它这个单词的发音 emidemic 英式的发音 emidemic 不过我们再回来 把这一段你再听一遍 你会发觉 你这时候学习的效果 靠听靠说才能够改善 那林文老师在提供神多的内容 你在荧幕上可以看到 就字根 字根总共我制作了200个字根 你可以快速学习跟理解 再加上呢 我还有line群了 line群里面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的字根群当中 有这边有标题就可以看到出现了 这边打113 我还特别会让他们说 我们每天复习的时候 注意这是复习哦 已经购买了课程 我把它入群 还可以把中的单子给你们 大家可以看到 马上就能做已读的动作了 总之最后我们把这一段再听一遍 How China's coronavirus epidemic could hurt the world economy COVID-19 brings many unquantifiable risks Leaders, when shocks hit the global economy Wall Street looks to history to see what will happen next The outbreak in China of COVID-19 a respiratory disease invites a comparison to the last one SARS In that outbreak in 2003 China suffered a sharp hit to its growth followed by a strong rebound Although COVID-19 has now claimed more lives than SARS investors remain optimistic that its economic effects will follow a similar path 学习英文还有很重要的 叫一字多 你知道Clean这个字 至少有三种以上的意思吗 不知道吗 来找林文老师上课吧 你的犹豫不会解决问题的 拜拜 拜拜